委員長 主委好 我想退伍會的主要執掌就是照顧所有的退伍軍人容名容眷 那麼在2015年 路賓治暫行條例通過到現在已經四年了 它第十條裡面寫得很清楚 要最低比例的退出役軍人要在這個採購裡面任用條例 並且有相關退伍軍人所經營的事業要優先給他訂定 那麼退伍會跟國防部在這四年之內到底這個法案修訂了沒有 所以報告委員 那有關於募兵制暫行條例第十條的部分 國防部跟我們有會閒發布一個辦法 但是因為第十條它主要的辦理情形是包含武器裝備維修 還有營區安全的這些人力這個購安的部分 那他們在這個辦法裡面訂的是20%以上來做一個門檻 那這個部分國防部有統計數據上大概目前的人數的部分有超過大概 我去年記得數字是900多了 我再追問你一個問題 募兵制要成功攸關國家安全 不是只有增加待遇 而是他退伍之後的出路 那麼民主國家要不要立這個法 所以輔導會則無旁貸跟國防部配合 要不要制定推伍軍人輔導就業法 有沒有這個必要請主委簡短回答 我覺得有這個必要的 我可不可以再給您報告一件事 我有幸主持過一次這個所謂的政軍兵推 但是我發現了所有部會裡面政府部會裡面 留有給我們高階軍官轉用的這個卻沒有 因此在全民國防裡面假如要有戰爭時間發生的時候 這些部會束手無策 在演習的時候所提供來的他們的意見或者是申請表 我們都覺得不知道如何去處理 這些假如說能夠各部會都應該有 經濟部難道不需要嗎 交通部不需要嗎 我們都應該有這些 假如這些都有了 我們高階軍官的轉任 不但是讓大家都能夠心能夠安定 包括這些士官在這個轉任中間 他也覺得自己有更多的出路 謝謝主委 我希望主委能夠在你任內 會盡量跟國防部協調推動這個法案 必須入法才對所有的退伍軍有所保障 那麼我們再看看美軍對於退伍軍人 他有相當多的就業的優惠 那麼我們是不是一定要明確律定 剛才主委也說到了 那我再追問一個 在16年前主委李翔咒的時候就提出來 今天是轉投資事業 很多退伍的年輕軍人都去當保全 為什麼退伍會的轉投資 不可以設立這個來照顧年輕的退伍軍人 在自己的體系之下投資來照顧退伍軍人 四年有沒有任何一點進度 我想回委員兩個方向就會回答 第一件事情 這個我們在所有的投資事業裡面 我們佔的股份有些是比較少的 我們安置的人就比較少 剛剛已經檢討出來了 我們即使我們的持股不到40%以上 我們還是有能力再增加 這個變成剛剛委員提出來的 是我們將來努力的方向 我想過去謝謝再給我一點點時間 四年前提的到現在經過這麼多主委 真正可以照顧年輕基層退伍軍人的 就是這麼一個轉投資 並不會有很龐大的金額 我希望主委能夠繼續努力 最後一點時間我要追問 我們現在退伍軍人 輔導就業 校衛及軍官 士官以及士兵 他的就業比例有多少 請貴會儘快給我一個數據 目前佔的比例 那麼我剛才聽到那麼多委員問 有關配比的問題 很多你們都回答了有相關的數據 我最後提一個數據 請主委參考 我們有榮民總數34萬多人 現在有將近20萬的榮民是沒有就業 扣除我們這些年長的不算 中校以下50出頭 士官 衛官 士兵二十幾三十歲 他當然需要退伍後再就業 可是這個數據 是輔導會顯然你們沒有擅計你的責任 希望這方面繼續努力 最後一點 請檢討你們的官網 四年前的資料 現在還在上面 就學 就業的資訊 這一部分是非常不恰當 可看得出來基層執行的公務人員心態 要趕快修正 否則我們怎麼知道 你登對基層軍事官的輔導就業配比成效在哪裡 希望這些數據盡快提供本席辦公室 真正做到照顧退伍軍人 榮民榮倦 請諸位繼續努力 謝謝主任這個委員的指導 謝謝你的勉勵 好 謝謝摩蘇曼副委員